觉得别人常在抱怨 是因为你也一样 我们说闲话或抱怨的主因之一 就是要让自己在相较之下 显得更为优秀 至少我不像某某某那么糟 当我指出你的缺点时 就是在暗示我没有这样的缺点 所以我比你优秀 抱怨就是自夸 没有人会喜欢吹牛的人 还有一个事实 你也必须认清 你会注意到 另一个人有这些缺点 是因为你自己也有 就像那些觉得身边的人 都满腹牢骚而来索取子手环的人 通常也都有惯性抱怨的倾向 你会发现自己对其他人的厌恶之处 就是你和他们的共同点 只是你对自己个性中的这一部分 还处于无意识的无能阶段 在另一个人身上注意到这个缺点 是宇宙指引你在自己身上认出它 并且加以修正的一种方式 如果你想指出某人的负面特质 就先挖掘看看 自己是否也有同样的倾向 然后要心怀感恩 庆幸自己有机会能察觉这个缺点 并进行疗愈 还有请好好牢记这项推论 因为别人的优点以及你赞赏别人之处会吸引你 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你会在别人身上看到这些优点 是因为你自己也有 这也是你的特质 这些正面的特点可能潜伏着 但如果你聚焦于此 在自己身上认真寻找 而且好好培育 你就会凭集着专注力 让这些优点浮现出来 你不只是通过思想和言语 创造了自己的现实世界 同时也在影响着周遭的人 下次坐在观众席里 当大家开始鼓掌时 请注意一件事 如果掌声够长 每个人就会渐渐开始以同样的韵律拍起手来 他们会保持同步的节奏 这称之为夜隐作用 entrainment 人类在振动中会趋向和谐 若是无法达到和谐 振动就会消散 人们在鼓掌时能够夜隐 掌声便有延长的倾向 反之则会停止 这样的现象 在我对大批群众演讲时 已经证明过好几次 我没有告诉观众理由 只是要他们继续鼓掌 直到我请他们停下来为止 有时候 同步的现象请客就发生了 有时候则要等一两分钟 但最后一定会出现 掌声成为一种拍子 一种节奏 这一群人开始有韵律的鼓掌 就像是同步的人类节拍器 这就是夜隐作用 我母亲家里有四个女儿 而她告诉我 她和阿姨的京区 都是在每个月的同一时间 她们只是因为住在一起 生理上便有夜隐的现象 当大阿姨离家上大学时 她的旌旗很快地就转而与室友契合 暑假返家时 又重新变得和姊妹们一样 人类的天性是夜隐 是同步 会调整成与周遭相同的模式 夜隐正如地心引力 它也是一种原理 它不好也不坏 只是存在着 而且它也像地心引力 随时都在运行 你一直都会与周围的人们保持同步 你夜隐着他们 他们也夜隐着你 当你待在其他抱怨者身边时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抱怨也更多了 察觉出你周遭有多少抱怨 有助于让你明白 你可能正极由自身的参与 而引来抱怨 然后发出抱怨 这都是你要转化人生必经的一部分过程 有时候 在你改变之际 你也会摆脱掉一些旧关系 当我进行21天的挑战时 我发现大部分时间 自己都做得不错 唯独每次和一个老友说话 最后总是会口出怨言 有一次讲了15分钟电话 我的手环换了4次 我于是对自己说 如果史考特不要那么消极 我就不会在我们交谈时 受到怂恿而抱怨 下次我们说话时 我刻意努力地要让对话朝积极 正面的方向进行 却发现非常困难 我们之间其实没什么话好说 我发现我们的关系 是建立在抱怨之上 而且我们都很好胜 想要赢过对方的牢骚 如果有抱怨奥运会 我们两个谁会的金牌 还很难说呢 为了完成挑战 我不再接他的电话 我怀着优越感 对自己说道 都是史考特的错 然而其他认识史考特的人 和他相处时都没有这种经验 他总是表现得欢心 乐观和开朗 好痛啊 我必须承认是我的问题 是我的负面想法 在喂养我们关系之中的怨言 所以在离开他的空荡里 我努力让自己摆脱抱怨 而不是把错怪到他头上 所以 简视现实的时刻到了 你会说自己最常相处的那些人 都经常在抱怨吗 如果是 那你的子手环 或其他自我监控装置 怎么样了呢 你是否发现 自己表露不悦的次数 也超出了正常程度 你会习惯性地表达哀伤 痛苦或不满吗 没关系 如果是 那你很正常 但是 你可以比正常更好 你的内心想要变得更杰出 而我们可以一起达到这个目标 章节已播完 感谢你收看 我是心灵之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啊 让我们在下个视频里再见吧